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两则重要的新闻 首先随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卸任 他的告别访问拉开序幕 岸田文雄在9月6日抵达韩国 与韩国总统尹熙悦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旨在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的改善 这次会议是他们自就任以来的第12次峰会 双方将回顾过去的成就并探讨未来的合作方向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气候变迁的消息 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的报告 2024年北半球的夏季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 气温将打破去年的记录 随着全球暖化持续加剧 科学家警告说除非各国立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否则极端天气的情况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这不仅影响到气候还可能导致更频繁的自然灾害 像是洪水和干旱 最后岸田文雄的访问和气候变迁的恶化 都提醒我们国际合作和环保行动的重要性 无论是改善国际关系还是应对气候危机 都是当今全球面临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岸田文雄对韩国进行告别访问 巩固其改善日韩关系政治遗产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于星期五9月6日抵达韩国访问 并将与韩国总统尹熙悦举行最后一轮会谈 岸田希望在本月底卸任前 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两国间不断改善的关系 尽管日本与韩国一直以来是亚洲的传统竞争对手 据韩联社报道 岸田文雄星期五下午 携夫人岸田玉子抵达首尔后 将与韩国总统尹熙悦在龙山总统府 举行两位领导人就任以来的第十二次峰会 尹熙悦办公室表示 岸田文雄此次为期两天的访问 是他积极表达希望与尹熙悦会晤后安排的 两位领导人将在会议上回顾双边关系的成就 并探讨进一步合作的途径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表示 岸田文雄与尹熙悦最后一次会晤 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增进合作和加强关系的重要机会 日本放送协会NHK本周报道 岸田文雄此次出访 希望传达的信息是 在他卸任后 日本以韩国为重点的外交政策将保持不变 首尔俄山政策研究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崔恩美 崔恩密表示 岸田文雄此次出访 距离他的任期结束 还有三周时间 这表明 无论谁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 他都希望看到日韩关系改善的势头得以持续 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教授 莱夫·埃里克·伊斯利·雷·菲里·基斯利 表示 去年在美国戴维营峰会上 岸田文雄与尹熙悦一起为双边外交与安全合作升级 并提升了日韩与美国的三边关系 岸田文雄将其政治资本 用于改善与韩国的关系 此次首尔告别峰会 旨在巩固这一遗产 据日本媒体报道 岸田文雄卸任前 还可能最后一次访问华盛顿 日韩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安全盟友 两国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应对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 和朝鲜核威胁加剧的背景下 然而 由于日本1910年至1945年 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占领 历史遗留问题 时常导致日韩双边关系出现波折 2023年3月 韩国总统尹熙悦 在没有日本出资的情况下 成立了一个 由韩国企业资助的基金 用于补偿日本殖民时期 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解决了这一长期存在的赔偿问题 这一举措 促使韩日双边关系显著回暖 随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对韩国受害者的苦难 表达了同情 但并未对日本的殖民统治 直接道歉 此后 韩日两国重新启动了高层会谈 并撤销了 在强迫劳动问题上 相互实施的经济报复措施 双边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然而 尹熙悦的举措 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对 尤其是自由派对手批评 他向日本妥协 尽管如此 周五尹熙悦与岸田文雄的会晤 预计不会有重大声明 韩国媒体的关注点在于 岸田文雄是否会在历史问题上 发表任何重要评论 梨花女子大学的伊斯利教授表示 如果岸田在访问期间 就历史问题做出和解姿态 他将能赢得善意 这对日本下一任领导人来说 将是一笔宝贵资产 同时也有助于尹熙悦 应对国内对他与东京合作态度的批评 一些韩国议员 对岸田文雄来访提出批评 韩国议员 前情报部门负责人朴志源 Park G1 在社交媒体脸书 Facebook上写道 尹熙悦 此时此刻 竟然在首尔市中心 用纳税人的钱 为岸田文雄举行辞职派对 岸田文雄上个月宣布 他将不会寻求连任自民党总裁 这位自民党在9月27日 选出新总裁的铺平了道路 自民党新总裁 将接替岸田文雄成为日本的新首相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2024年6月至8月 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季 美国之音中文网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戈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 Copernicus Climate Change Service C3S 星期五 9月6日 表示 随着全球暖化持续加剧 2024年北半球夏季的全球气温 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打破去年记录 今年很可能成为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戈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 在一份月报中表示 异常高温增加了2024年 超越2023年 成为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的可能性 戈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副主任 萨曼莎伯吉斯 Samantha Burgess 表示 在2024年的过去三个月 全球经历了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8月 最热的一天 以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北半球夏季 他指出 除非各国紧急减少 导致地球升温的排放 否则极端天气 只会变得更加剧烈 燃烧化食燃料 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是气候变化的主因 戈白尼气候变化的服务中心 基于来自卫星 船舶 飞机 和气象站的数十亿次测量数据 得出8月份地球表面的 全球平均气温为 16.82摄氏度 戈白尼的数据集 可以追溯到1940年 科学家们将这些数据 与其他资料 进行交叉比对 确认今年夏天 是自1850年前 工业化时期以来 最热的夏季 6月和8月的全球气温 打破了工业化前 升温1.5摄氏度的水平 这是限制气候 变迁最严重影响的 关键临界点 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正在使地球暖化 增加了干旱 火灾和洪水等气候 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强度 今年夏天 地球气候的变化 持续加剧了灾难 上个月 苏丹因暴雨引发的洪水 影响了超过30万人 并使这个饱受战争 摧残的国家 出现了霍乱疫情 导致意大利西西里岛和撒丁岛 持续严重的干旱 并加剧了7月份 横扫菲律宾 台湾和中国的台风隔美 干密造成100多人死亡 2023年和2024年初 使气候变暖的 鄂尔尼诺现象 El Nino加剧了高温 不过哥白尼气候变化 服务中心科学家 朱利安·尼古拉斯·朱利安·尼古拉斯 朱利安·尼古拉斯 对法新社表示 其影响并不像 有时候那么强烈 另方面 他表示相反的 周期性降温现象 及拉尼纳现象 Londina尚未开始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 和法新社的报道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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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